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价值成长投资的频道 我是Joseph 在这频道我会分享股息成长投资与选择权的相关资讯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只股息君王 Horman Foods股票代码HRL 中文翻译成赫梅尔 这只股票Joseph虽然没有正式介绍过 但在几次的每月持仓回顾上面 Joseph都提及了这家公司 并且提到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可能会考虑再买一些 那究竟现在价格合适不合适 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 让Joseph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没耐心看完这个影片 那Joseph在这里先跟你说一下结论 HRL目前股价在50上下 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他整个股价在这半年 通常在45到50左右震荡 我可能会在45上下再进行加码 如果降到40以下 会是更理想的部位 那目前HRL占我的仓位在2.6% 所以我不急着加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开个小仓位 等到价格合适的时候再扩大仓位 如果你对选择权有兴趣 你也可以卖较长时间的put赚取一点现金流 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一般来说做股票分析 Joseph都喜欢从商业模式 以及自己作为消费者的经验来分析 特别是这种消费类型的这种股票 不过我没有办法做这家公司的消费者经验 我从小是胎理素 没吃过肉 所以对于赫梅尔的产品 大部分我都没有办法评论它的品质 这个部分就先跟大家说抱歉了 只能从商业的本质来分析 先说说赫梅尔的本业好了 Homeman Foods的本业就是食品 具体来说就是罐头食品 包装食品 那主要是以肉类为主 公司的主要业务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冷冻食品 这部分占了55% 冷冻食品主要是做冷冻肉品 加工品 像是香肠、货腿等 这部分过去的占比都在50%上下 会因为肉类的价格波动 像这几年肉类涨得特别多 这部分的占比就会略为上升 第二大类是杂货零售的部分 像是花生酱、坚果等产品 这部分占比大概在25%左右 像最近看世界杯 你吃的花生、杏仁 很可能是planters的产品 那就是赫梅尔旗下的主要品牌之一 也就是最近非常大的一个并购案 第三类是Genial Turkey 火鸡产品 像是鸡肉片、生鱼鸡、烤鸡等 这个部分占比大概在13%左右 北美食用火鸡是非常普遍的 像北美11月的感恩节 火鸡就是最主要的食物之一 第四大类是国际与其他 这部分占比大概在6%、7%左右 这部分不是新产品 而是前面两大类的产品 外销到其他的市场 主要的市场还是中国 不过中国由于需求减弱 这部分影响目前来说不大 但是如果中国的需求强劲 公司在这部分小比例 可能会带来明显的成长 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额外的动能 从这四方面来看 赫美尔可以说是美股本土的产业 虽然肉的来源可能在美国以外 但是主要的市场都在美国 比较不受国际情势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想要集中在美国的话 这点赫美尔是一个优势 比较不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 了解了公司的主要业务 那接下来谈一谈赫美尔公司成长的动能 在2010年初期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以肉业为主的 在刚刚的财报 你也可以看到像是冷冻零售火机 基本上都是跟肉类 肉类加工品有关的 但过去十年 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从肉类为主 慢慢转型成以蛋白质为主的产业 也就是公司逐渐提高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这部分可以从公司2021年 买下Planters的大手笔 就可以看出来公司在这方面的决心 也降低肉类价格波动 对公司整体营收的影响 Planters未来几年的营收 有没有办法借由赫美尔的通路继续扩大 这就是未来要观察的目标 另一个成长动能就是国际市场 从产业介绍部分 就可以看到 Planters在除北美外的营收 占比不到10% 这表示公司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或许Planters的并购 是进一步打开国际营收的关键 这部分言之过早 可能要在接下来的一两年继续观察 看Planters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从2022年11月30刚刚公布的财报 你可以发现 赫美尔的公司在稳定的成长 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 它的每年的成长大概在9% 透过Planters的并购案 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强劲的动能 公司在营运的收入上面 成长了17% 这整体看起来 公司都在往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发展 从财务上来看 赫美尔这只股息君王 财务上可以说是非常稳健 毕竟能够那么多年成长股息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在财务上可以看到 公司的负债非常低 所以这一波联准会的升息 可以说不太影响 不然有些公司 它的债券的这个 借钱的收入 可能会因为联准会生死而受到影响 公司的ROE 也就是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在15%上下 在零售业里面呢 算是非常难得的 那负债这么低的比率呢 那公司主要的ROE 是靠周转率 以及不错的净利率来达成 那这个部分呢 等Planters的整并完成 公司的ROE 应该会高过15% 除非公司以后还有其他的诟病案 或是这个净利率 周转率下降的情况才会发生 你从EPS的成长部分来看 在美国的肉类部分呢 可以说是具备一定的垄断能力 这部分呢 以后再介绍另外一家公司 Tyson Foods 你就会发现类似的情况 两家都有非常强的定价优势 也不太受通货膨胀影响 你可以看到EPS呢 也都呈现稳定的成长 那等整并完成之后 希望这个Sales Growth呢 能够看到更加明显的增长 如果保守的估计的话呢 应该在6%跟8%的EPS的成长呢 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最后说说估值的部分 估值的部分呢 其实挺难估值的 那这个整并案呢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目前我觉得为期还早 所以呢 公司如果从Dividend Yield 跟Forward PE Ratio来说呢 应该是不算贵 那Joseph自己心中设定的价格呢 大概是45块左右 所以依照HRL 现在的股价呢 大概在45到50左右徘徊呢 如果等到45我觉得会是个不错的入场价格 那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再卖选择权的PUT 在等待的时候呢 赚取一点现金流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之前说过了 这个目前的仓位在2.6%左右 所以我不着急的加仓 我可以等待更好的价格 喜欢这样的分析影片吗 如果你也认同股息成长投资 请记得按赞订阅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